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各艺术领域中具有独特见解的专家与参与者互动 强调将艺术融入日常 让每个人都感受到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 艺术不该遥不可及 而是能够触动每一个人的心灵 我们基金会成立 第一个是要推广台湾的艺术到民间里面去 我们每年都会邀请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来做不同领域的说明 让他这些不同领域的艺术跟文化 能够融合到社会去 这是我们办活动的最主要的目的 云林出身的李宗仁教授 从乡土中感受到自然与人类生命的密切关系 无论是在国内学习传统水墨画 或是到美国研习古典油画 这些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感悟 让他以现代审美观和思维 创作出属于他独特的艺术作品 展现出对环境关注和个人风格的追求 其实我从三个方向来看我的体材的发想 就是从过去的历史跟前人学习 包括范宽 波西 还有礼堂 从自然生态当中 我也观察到自然跟人的关系 还有人 医护 自然 获得生命的延续 艺术它的范围太广了 我们是希望说艺术不是高高在上 而是要把这个艺术简单化 艺术生活化 让这个艺术能够深入到民间 那我们也希望艺术基金会 能够来帮助大家的眼界 扩展到国际 东方文化深深影响了蔡献有教授的艺术探索 老子对天地和万物的思考 启发了他对自我与自然宇宙的思考 而庄子的奇物概念 也指引他思考事物的独特性 在西方哲学中 胡塞尔的现象还原 与梅洛庞地的深层呼唤 则让他反思如何在创作中 去除外在的干扰 回到事物的本质 除了东方的中国之外 个人本身受到日本的千年美学的启发 那这个是我在面对我创作材质之后 我们去追寻了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 我觉得无论是在东方在西方 他给我的都是一种 比较宏大的一种 所谓的世界观跟自然观 那从这种比较自然的一个本质的世界里面 在观看自我创作 如果两者人结合的话 也许在中心上做更加的开展 桑天论坛也邀请到 静益大学艺术中心主任 彭宇勋老师丽玲 以及两位艺术家 开启一场艺术间的对话交流 分享他们的创作理念和艺术实践 并探讨如何使艺术走入日常生活 是让艺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崇高理想 而是能够融入社会 让每个人都能共享艺术的氛围 我们就是希望说艺术不要只有理论 而是真的要深入到人间的生活里面去 深入到生活里面去 让大家都能够共享艺术的气氛 这个艺术观自然 就是体现了一个艺术是原于自然 那我们两个艺术家 那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去诠释 自然他们所观察到的那个面貌 所以我相信 以会者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 对自然的观察得到了更好的收获 富巧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设立初衷 承担社会责任是一项核心使命 这个名称正是张董事长 希望透过企业的利润 来回馈社会的具体体现 艺术应该成为全民共享的资源 希望大家能够共同享受 艺术文化的结晶 提升生活品质和精神养分 我们这个基金会特别就是希望能够 提高台湾社会的文化水平 能够让大家共同能了解艺术的素养 就是希望能够让台湾的社会里面 台湾人民能够来共享 这个艺术文化的这个结晶 让大家共同有这个内涵 让我们的生活水平和精神养分会提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